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Software Serving》這節目 今集繼續和大家分享《Fotosoft》的效果 這集出街後,應該是中秋節 所以這次我想運用三張相片製造一個陣月團圓的效果 其實現在你在《Wallpaper》裏面都看到這張相片 你看到有一個海邊和兩個情侶 最後在前面有一個月光 我總共用了三張相片製造出來 首先看看這三張相片是怎樣 這張是第一張相片 看到這張相片都是黃昏的效果 大家可以找一些類似的相片 最重要是不要看到太陽 否則很難做得出來的效果漂亮 第二張就是月光 大家要做的時候都可以用我這張月光照 最後有一張情侶手拖手 是向前走的 因為這次的相片像素不是太高 所以做出來的效果會差一點 但如果大家也找到一些相片 或者本身自己有的相片 像素大一點的話 做出來就會更漂亮 其實這次做的方法不是很難的 但最主要就是我們要吸收經驗 以及注意一些技巧 因為如果有時你的相片和我的相片是不同的 可能裡面有色澤控制 光暗的控制有一點差別 大家只要參照這種方法 做出來的效果都會是漂亮的 至於這三張相片我都放在網上 大家只要在影片下面有個連結 就可以下載這張三張相片 和我一起去做 現在我們準備開始了 回到第一張相片 這張相片我主要是一張原相 其餘兩張相片我會做一個去底 然後就會搬過來這邊 首先我做了這個月光的去底 月光的去底就非常容易 因為背景是完全黑的 只要我們選算黑色可以做到 首先我們在工具列裡面 我們選擇這個魔術棒工具 看看寬容度 今次的寬容度我想大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 選出來就會很少 你現在看到寬容度是3 按下去其實選的範圍是選不完的 有些黑色的地方都仍然是選不到的 所以我們把它開大一點 如果想要還原 我按著Ctrl D 這樣就可以還原到的了 今次我選30 將它大一點 按下去 它圍著這個月光 看到圍了出來就比較漂亮 接著我們選選取 接著反轉 我剛才點選了黑色部分 所以我選了黑色部分 我反轉 現在就選了月光部分 完成之後 我們在右邊 右邊下面 我們安裝椅子 看到有去仔效果 變成旁邊 全部變成透明 然後我上去複製這張照片 將它放在剛才看到的海邊 我們按著這個位置 看看我們的檔案名 這個是Image 2 原先的碼頭上 就是Image 1 我們在圖層外面的位置 Image 01 接著確定 看看這張照片 按到這個位置 看到月光就放過來了 至於月光的大小 適合不適合 我們不要緊 等一下我們還要做一些縮放 我們先放過來 接著去第三張照片 這張照片 因為我的像素是比較小 所以我們做了去底選取 比較困難一點 你發覺做出來 不是太美 不過不要緊 因為我們會較暗 所以效果出來 都要沒問題 我把這張照片放大一點 按著Ctrl 加 先把它拉下來 現在可以選擇 接著我用我的工具不同 打開到同位置 我們選擇快速速速速工具 選擇畫筆 現在畫筆很小 是5 我想把它大一點 我想把它25 筆刷大一點 按下去 看到已經選擇了頭 現在又是加 按下去就會不停加大 發覺按完之後 可能有些地方會變多了 不要緊 待會我們還可以修改 到一個女生 看到這些部分變多了 多了不要緊 我們可以按回減 我們可以刪除它 按回減 現在我們可以把它放大一點 再次一次Ctrl 加 放大一點 再次一次Ctrl 加 我看看這位置 有些位置是多了 好像兩個人之間的位置 已經多了 我們可以按按下 減了它 接著就是兩個人的腳中間的位置 現在用筆刷25 也是太大了 我想改為5 筆刷25 筆刷小一點 在這裏再減 記得現在我用減 減 減多了 不要緊 我按回加 就可以加回 現在的褲子 好像現在的褲子 好像是相差一點 我們按回加 再按回加 還有這個鞋子 也是 這裡加一點 完成之後 我們可以拉上去看看 再一次 還有些地方 還有些地方 我們也有些少 至於有些頭髮 是比較難處理的 不要緊 我們還是比較暗 就不太明顯 這些地方 我們也有些少 看看 我們看看 有沒有些漏 再補它 然後再加它 完成後 同樣 我們可以開 這個積色片 先到這位置 在右邊 我們在下面按下即色片 按下去 現在就好看好多了 看看有沒有 走掉了 不要緊的 我們現在可以 油油就可以了 今次我又不一樣了 我用這個畫筆 同樣我用五個像素 打開這個位置 這個筆測的硬度 用100 現在我由白色呈現上面的塗層 不透明 油油 油油白色 看回頭部這些地方 這個我們用油油 讓它闊一點 看看其他地方需要補 有些地方多了 特別是腳多了 我可以把顏色轉轉 我用黑色 黑色是抹走它 我們現在可以抹一抹它 基本上差不多完成了 只要大家內心一點 慢慢去做 做出來效果會更好 做完之後同樣 我按著圖層旁邊的位置 我們選擇 我們複製圖層 同樣在這兩個文件裡面 我們選擇這個圖片 然後確定 去回第一幅相 看到了 所有東西出現在這裏 我現在就要把它改變色彩 形成它像一個 夜晚黑的效果 好 首先我先關掉月光 我把月光放到最後 關掉 人現在很小 我們先把它拉高一點 按著這個移動工具 把它拉下來 看看人是否正確 我覺得現在人很大了一點 我們可以按著Ctrl-T 如果現在看不完 就不要緊 我們可以按按照Ctrl-T 拉細小一點 可以把它放大放細 記得這個比例鎖 先開鎖 我想把它拉細一點 推高 放這位置 我想把它採細一點 其實先看上去的比例 看到人和橋的比例 核 Trucks 是否重要 完成後按按按按法 然後 就再按月光 發明 when the cuál item will be chosen 現在月光太大 能夠�〜ieben as the full ether 然後按按鍵蓋 T 然後RHII便拉 看看方法是否能夠鎖住 那麼接隔, connections will not be discarded 月光 Sans好像那麼大 現在的月光是有點怪怪的 如果我只有半個月光 我想多一點 我想看這樣的 而這樣的話 這張照片又不夠高 不要緊 我會把這張照片拉高一點 好了 按照剪號 我想把整張照片做高一點 我們先選擇影像 我們選擇這個版面尺寸 我們可以轉回它的像素 現在看到像素不是很大 看到它的高度是1200多的像素 我想加到1400 按下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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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把加的像素在上面加 這位是1400 接著我們確定 看到上面多了 我怎樣把它拉上去呢 首先我們按下這個圖層 接著我們先選擇 選擇這個範圍 差不多去到水平面 接著我們按Ctrl-T 在這裡拉高它 因為剛才我們做了一個效果 就是保持比例 所以這裡拉高 然後這裡闊 好了 那我先還原它 我關上它的比例 今次我要拉高 它不會闊 向上面呢 我們拉高它 好了 見到這個圖層 高度就高了 現在比例就沒有對 平時我上片通常是3比2 如果我真的想改變它的比例 我怎樣做呢 很簡單 我們在這裡按下 這個裁設工具 我們選擇3比2 在這裡選擇 我便選擇 有個2比3 不要緊 選擇2比3之後 我們在這裡選擇 轉一轉 變成3比2 原來都差不多 OK了 原來這張圖層的比例 也是3比2 原來 如果我們可以推高一點 我們在這裡剪下去 就剛剛好是3比2 完成了這個剪材 現在這個就等於我一般相片的比例 然後我想把月光推上去 按著中間這個圖層 將它推上去 推到這個位置 然後呢 發覺月光在前面很怪的 它應該被水面遮住 我們就很簡單 在這裡游去 如果游去黑色 就呈現底圖 很簡單 我們按回畫筆 現在黑色沒有問題 將它的狀數開大一點 今次我可以開100 而它硬度呢 去到0 那100好像也不夠 那我按200 我們在這裡游一下 在微游之前 記得按遮色片 又是黑色的 代表我看到底圖 在這裡呢 留意一下 我再轉回 在這裡游了 抹一下它 就不見了月光了 游多一點 不要緊的 因為呢 水平面的位置 通常呢 月光呢 都比較萌 基本上 就完成了 這張相片的 基本做法 現在看到人在路上 又說月光 我發現人高一點 可能比較好看 去到這個圖層 最頂的圖層 按這個移動工具 再推前一點 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差不多了 這次現在就開始 去處理它的顏色 首先我們處理底圖 在下面這個位置 按一下 然後我們選擇 有一個曝光度 我想把照片變暗 把曝光度拉過來 越拉就越暗 大約呢 我拉到 負4多一點 這個去到負5 看看這張相片的光暗 如果這張相片 可能很光的 可能我拉多一點 這張相片 大約負5左右 差不多了 光暗度 另外呢 我想這張相片 帶一點藍色 然後我再選擇 同樣選擇 我選擇一個色彩平衡 可以改變不同的色彩 在這個藍色位置 我們向右推 張相片比較藍 大約是加40左右 整個氣氛不同了 然後呢 做完它之後 我處理一個人先 我月光就不做了 回到人那裏 人同樣現在 發覺都是很光的 所以我們要改暗它 在這裏同樣打開 我們選擇一個曝光度 今次我做多一點點 如果我在這裏 拉著曝光度的話 它連其他全都暗了 我只希望它只能影響到 這個情侶的圖層 所以我在兩個圖層之間 這個位置 我手指指著 中間移去 我按著鍵盤的Altronic 移到中間 你會發現圖樣不同了 有四方形 有一個箭咀 在這裏按一下 你見到這個類鏡 它就會移進一格 意思是 它只能影響到 這個圖層 對底的圖層 對底的圖層 不影響 現在我比較誇張一點 拉過來 很光 你見到 只能影響到這一對情侶 拉過去 同樣 我們拉多少 大約都是四五度 現在都是五度 暗了 跟剛才一樣 光暗多少 好看這張照片 如果我想再暗一點 甚至去到一個 剪影效果 我再拉 剪影效果 看看你需要的 當然 如果剪影效果 我這個碼頭 要更加暗 但今次我不需要那麼多 大約是五度 我覺得差不多 去到這一步 如果你覺得 這樣完成了 也可以 但我覺得 月光 在這個時間 如果是用一個 好像白色的 月光 就不太相似 因為通常 月出的時間 月光 就會呈現 紅色 大家有機會 如果去到外國 因為香港 看到月出的機會 不是太多 大部分市區 很多山都遮蓋了 如果去到外地 有機會 在月圓的日子 你過了農曆十五之後 容易在水平面 看到月光升起 如果在那段時間 看到月光升起 剛剛在水平面上 會呈現紅色 所以今次想 把月光 改變成紅色 接著 我會自分這個圖層 這個月光圖層 我們留意一下 每一個圖層 不要撈亂 如果有時候 看得不清楚 自己撈亂 可以在這裡 改改名字 例如這個 我改了 我的名字 叫Moon 這樣我們會比較容易 看 我們就不會撈亂 然後我在圖層 同樣按 同樣我們會選擇 色彩平衡 色彩平衡 最主要是 改變它的顏色 按完之後 又不要這樣拉 直接這樣拉 就出問題了 整個圖片都變了 但圖片變了之後 人又不變 所以我們 將它 移在中間 兩條層層之間 這次同樣 按著 我們Authernic 將滑鼠移在中間 兩條層層之間 按一下 看到它又縮入了它 現在我們去做 第一個我想將它 紅色拉過來 看到月光 都偏紅 大約用到80左右 然後到陽紅色 拉過來 再變成紅色 我大約用40度,因為這樣就太誇張了 最後就是黃色,拉過來 令到白色部分變一變,變了帶少黃色 拉完之後,紅帽不夠,可以將楊紅再拉少少 完成後,我們再看看這張照片有沒有瑕疵 有什麼地方我們要修補 我們發現這裡不太漂亮,可以修補一下 按著月光的遮瑕片 同樣,選擇畫筆 發現這裡的位置不太足夠,所以我會修補一下 效果也差不多 就像剛才所說過 我們需要多光多暗 我們光暗的設計 不同的照片可能有不同的效果 可能需要更光暗 甚至月光,我們想更光暗也可以 我們可以在這個圖層再加 如果我只加過曝光度,效果不太好 我想把月光更光暗,不想太暗的話 我們就選擇另一個 我們打開這裡 我們選擇亮度和對比 這次我將它拉過來 叫它光光了 光光了後,它的紅色就淡了 再去到色彩平衡 再推過楊熊 這次月光是光了一點 至於用多少數據,大家可以慢慢調教 像現在的圖層,如果這樣的話 我的月光是太光了 保持投資的效果會比較理想 我先關掉這個亮度 把楊熊放過一點 好,今天就到這裡 很簡單 其實做的東西不是太複雜 都是用同類的東西 但要做得好的話,我們真的要多嘗試 今集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